一个时辰后 秦辰身上的撞伤彻底痊愈了 同时状态也提升到了极致 开始吧 直接蹲了一颗龙血王丹 秦辰谋射精盲道 轰的一下 龙血王丹辱妇 一股可怕的药力瞬间于身体中肆意开来 七品丹药何等可怕呀 刹那之间 秦辰身上的肌肉瞬间崩利 浑身上下一一跑粉碎 毛孔各处都渗出了鲜血 轻人的药力流转 下一刻 秦辰肌肉再度治愈 紧接着又随之崩裂 每一股药力都会把他身体瞬间破坏 可同时呢 也能把他身体瞬间治愈 这种不断撕裂愈合的过程 让秦辰是痛苦无比 宛若受千刀万寡之酷刑 如果不是秦辰修炼了不灭圣体 骤体强度极为惊人 换别的武宗来啊 恐怕瞬间对方就会暴体而亡 四分五裂 只是呢 另一个情况也引起了秦辰的注意 当他身体药力过剩时 他脑海中的精神种子 就会释放一种莫名的气息 把剩下的药力统统吸收了 紧接着 精神力种子仿佛拥有生命一样 吸收药力之后不断生长着 同时 在吸收了药力之后 精神种子瞬间弥漫出一种 更加神秘的力量 反补秦辰的身体 这精神种子太强了 秦辰暗自震惊 从古南都得到精神种子后 秦辰对精神种子充满了震撼 每次突破时 精神种子都随之壮大 并且反补出一股更加强大的力量 进入他的身体 滋养他的成长 如果没有这精神种子 他突破绝对不会这么顺利 也不会这么快 并且 当初在黑死沼泽时 若非精神种子将恐怖老扯的灵魂夺舍排斥而出 恐怕当时自己早已经在古殿中被人夺舍了 古南都的传承 果然可怕呀 尽管心中震惊 但他现在呢 没太多精力研究脑中的精神种子 他疯狂运转九星神地诀 不断吸收来自血龙王丹的可怕药力 伴随恐怖药力的融入 秦辰感觉身体中力量在疯狂飙升着 终于 也不知过了多久 咔子一声 秦辰感觉身体中仿佛有什么东西瞬间破开了 一股前所未有的强大感觉瞬间充斥了全身 突破了 终于突破六阶五尊了 秦辰睁开双眼 某中陡然射出一股激动之色 天地间无穷的真力瞬间凝聚 化作炫无一般朝着秦辰身体不断的汇聚 秦辰大手一挥 从黑死沼泽诸多强者身上得到的中品真实 瞬间出现了 被他疯狂地吸收 一颗颗中品真实在秦辰身边爆碎开来 化为灰飞 而秦辰身体中的真力呢 也不断凝聚着 时间一点一点地流逝 外界早已经一片漆黑了 秦辰也不知自己修炼了多久 直到感觉身体中力量达到一个顶峰 再也无法寸进时 他这才停下修炼 睁开了眼睛 眼前的一切跟五阶五宗境界时 变得截然不同了 任何一丝气流的浮动 都清晰呈现于他的感知里 仿佛跟自然融为了一体 六阶尊敬 尊代表尊师 是一种对五道的理解达到一种极致的境界了 一旦介入尊者境 五者感知会大幅提升 对天地本源的感悟也会大大的提升 对五道意志的领悟也会有新的感悟 而如果将五道意志领悟到一个全新境界 介入到五道本源领悟 这便是五王境界了 突破尊境 我前世掌握的一些精妙秘术 也终于可以开始用了 目光璀璨 秦臣嘴角勾勒笑容 之前呢 因为修为太低了 导致他前世掌握的许多的武技 都是无法施展的 但突破五尊境之后 这一切截然不同了 先重新感悟一下吧 再次突破五尊境界 让秦臣对这个境界有了更深的感悟 忍不住细细体会起来 此时 外界已经一片漆黑 深夜降临 整个皇城 渐渐恢复了气境 丹阁之中 诸多宾客也已经离开了 一盏盏真灯熄灭 除了一些长明灯外 只有一些炼制师裂药室里 还是灯火通明 那是裂药师们在辛苦地炼制 在丹阁外 一座极为靠近丹阁顶楼的建筑里 两道人影突然悄然出现 冷冷地看着不远处的丹阁高达 这两个人身穿黑衣 左边的人目光阴冷 眼神英质 脸上戴着五彩的暗色纹路 面容青子 仿佛是中了毒 他左手把握一只七彩毒株 微微眯起的眼睛里 不断绽放紫色的冷芒 右边的人身穿麻衣 头戴黑金 只露出一双幽冷的眼睛 射出远度的光 毒供奉 你确定只要待在这儿 不用介入丹阁 竟能杀了那秦晨吗 幽冷的声音 从右边的麻衣男子口中传出 竟然是冷家家主 冷非凡 毒供奉是数年前 主动投靠他冷家的一名强者 此人来历神秘 连冷家都不知道 对方真正的来历 这些年冷截扩张得越来越大了 与毒供奉的贡献 脱不开干系 对毒供奉的实力嘛 冷非凡也是极为了解的 此人绝对是极为可怕之人 甚至 连冷非凡自己 对着神秘的毒供奉 也是颇为忌惮 青子男子黑黑一笑 脸上干瘪的皱纹扭曲 在夜色下显得更加猙獰 冷家主 你放心好了 老夫的千积毒无影无形 却能根据精神一致而动 润物无声 如果那小子真的只是五劫五宗 杀蛋如杀鸡 就算是六劫三重的五尊 在没防备下 也是难逃一死 更何况 根据情报 这小子在卓清风炼制室聊几天了 也不知道補他什么 那卓清风一直在炼制室外守护 若是靠近以卓清风半步武王的修为 那一觉察到什么 岂不是前功尽弃了 你以为卓清风是摆设吗 冷非凡谋中冷忙更甚 冷横头 那卓清风也不知搞什么 竟然一直给那小子护法 这俩人到底卖的什么用 冷非凡一脸疑惑 金元长老虽然被冷家处置了 但冷家一心吞并当格 在当格里的眼线远不止金元长老一个 虽然失了金元长老 等于失了一个巨大的异柱 无法在当格里闹出什么大事了 但是呢 其他棋子暗中调查一下秦晨的位置 卓清风的动向 这还是行的 得知秦晨和卓清风这些天一直在一块 并且一直在炼制室里 冷非凡怎么也想不明白 这俩人到底干嘛呢 想知道那小子在里面做什么 只等老夫千基督进去就行了 千基督蕴含老夫的一丝精神意志 能窥谈周围情况 不管那小子干什么 都是无所断行 哈哈哈哈 好 那我就静候独供奉加晕了 冷非凡不再询问 哈哈哈哈 今晚 就是这小子的死期 哈哈哈哈 一声凝笑 紫青男子吐出一口气 手中出现一个暗绿色瓷瓶 他轻轻把瓷瓶打开 一缕青烟 从瓷瓶中缓缓地飘入 独供奉眼神凝重 五指张开 一股无形力量浮现 前引那道青烟 悄然融入到黑暗里 朝着单阁顶层炼制室 飘散而去 青色独物 没有丝毫的杂质 在虚空里 渐渐变淡 渐变薄 最终达到了无形无色的地步 顺着单阁建筑的缝隙 缓缓飘了进去 深夜的单塔 虽然极为计较 但有不少炼制室里 还有炼药师在炼制 但是 没人感觉到 一股致命的毒气 从单阁缝隙进入 最后飘到了顶层炼制室 炼制室外 卓青峰阁主 闭目盘息 感悟之前的收获 他浑然没感觉到 一丝无形无色的毒气 就在他身边飘荡着 毒供风小心绕开 卓青峰的身体 在炼制室外晃荡片刻 宛若有灵性的毒气 找到一丝炼制室的缝隙 悄悄地飘了进去 炼制室里 毒气飘了进来 没有惊动任何东西 也没有发出任何细微的声音 仿佛无形的空气一样 根本不存在于使亲 悄无声息中 毒气朝着炼制室中央的秦臣 飘荡而去 并且缓缓飘向他的鼻翼 那小子居然在修炼 太好了 看来秦师 注定是他的死期啊 但格外 毒供奉看见秦臣盘息修炼 谋中流露出一丝兴奋 武者沉浸修炼时 便是感知最为薄弱的时候 只要秦臣吸入 哪怕一丝的牵击毒 他才生死 便不由他自己掌控了 此时 秦臣正感悟武尊境界的身体 我的真理比原先起码浑厚了数倍 若现在的交手 冯渊这样六阶中期巅峰的武尊 我根本不用示战任何秘术 光凭此身真理就足以将其碾压 至于实力上 此时的我 再遇上冷家家主 足以正面交锋了 呼出一口气 秦臣再度睁开了眼睛 正准备吸气 突然一股危机感浮血于脑海 有危险 哪来的 六阶巅峰的精神力瞬间席卷而出 嗯 什么都没有 六阶精神力下 他根本没发现危险的来源 不对 但在精神力弥漫而出的同时 秦臣的灵魂力也席卷而出 他瞬间感觉身前空气有些不对劲 不好 是毒气 秦臣目光一鸣 瞬间屏住了呼吸 轰的一声 右手抬起 恐怖的五道意志 从秦臣身上绽放 他猛的一拳轰出 进风席卷 空气炸裂 前方虚空中 一股淡青色光云 突然瞬间爆了 毒气四散辐射 哼 精神疯到 一声冷横 秦臣眉心 倒然射出一股 强横的精神力 精神力迅速流转 化为一道无形屏障 把那丝青色毒气 隔绝在外 迅速消灭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